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同意未来三个月 有限度维持监察当地的核设施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 格罗西访问伊朗与外长扎里夫会面 格罗西证实伊朗会继续批准原子能机构监督伊朗的核计划 为期最多三个月 但不会批准监察人员突击搜查核设施 习里夫就说伊朗会关闭原子能机构 安装在核设施的监控镜头 原子能机构不会获得监控片段 强调做法是遵从宪法规定属于伊朗内政 而习里夫又说 如果美国想重返核协议谈判出 必须先撤销制裁 他形容美国沉迷于欺凌、施压 警告这些手段对伊朗无用